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什麼 牛角後照鏡 嚴格上來講 從192M3問世之後 它多了這個腳的後照鏡 從此就打開了牛角後照鏡的這個局面 從192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 其實所有的車載改動 都會加上這個牛角 就是讓這後照鏡稍微有點 延伸有點造型 TRD喔 日本官方有推出一組後照鏡 這個idea非常的棒 F後照鏡 蛤? 還有F的 Lacus這個品牌 本來就有一個F Sport比較旗艦款 對我們做那麼多F Sport TRD算是Lacus 跟TOYOTA裡面 算是最高殿堂的一個 御用的改裝品牌 品質非常好之外 也很有設計 這個後照鏡 真的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 有耶 其實乍看之下是很像牛角 但是多了這個東西 有了一個新的靈魂 就像是 給Lacus專用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完全不太一樣的感覺 你猜多少錢 沒概念 沒概念 後照鏡殼裡 一般看見每貨抽到那個 其實很少超過5000塊 以前7000差不多了 所以你猜 這一組後照鏡多少錢 8000多吧 6600 日幣 應該也要2萬多塊 哈哈哈 真的很貴 也2萬多還蠻貴的 一個後照鏡 2萬多塊 台幣 蛤? 要買嗎? 我是買不起 這個跟買的奶不行沒有關係 我是買來了耶 我老實講 這不就一個殼嗎 通常去2萬多塊 這我們自己就可以做的東西好不好 我們自己搞好不好 好啊 我們試試看喔 把它的流線度 做一個改變 這個地方灌出一條新的線 隨便畫 然後做一個比較尖的腳 我們把腳的線條重新改破 好 看看 怎麼畫那麼醜了 哈哈哈 我蛤蟆都比你厲害 你厲害 不要啦 用做的啦 做的會比較厲害啦 我們這次要打的後照鏡 除了要有F10後照型之外 我們還要是碳纖維材質 因為日本官方做的是塑膠 如果包含碳纖維有一個缺點 你知道什麼嗎? 會起泡泡嗎? 對 塑膠後照鏡上 如果你去施工碳纖維 其實久了 最後都會長泡泡 塑膠殼跟碳纖維 本身素質遇到熱 沒辦法完全咬喝 發生的狀況 做一個純碳纖維殼的時候 就不會再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有第三樣最重要的 我們要再另外設計一個屋簷 做雨遮 我們這次故意把後照鏡 做出來一個雨遮延伸 讓它不會淋到雨 所以是又有功能又帥 材質又好 到這方向去走了 OK 好 這次我們的案件呢 是打造一個福有的 Lessus專用的F樣式的後照鏡 就是長這樣 用油土先捏出一個形狀之後 再把它3D化 用紙板 把它拼接出來 進入尾聲 那內側這個腳 我們全部都是3D 都用紙板打出來了 非常的順 待會只要小修飾之後 做成一個外殼 再來開模 這樣以後就可以造福所有的 RX F款式的碳纖維後照鏡 不再是路上常常看到的牛角款 我們多了一個選擇 好 我們要折回來 接著看下去 現在模具已經開好了 樣品再過幾天之後 我們模具已經完整的開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打開什麼樣子 模具就是這樣 我會利用幾件去組合喔 然後來做 很輕耶 棒棒看有多重喔 這是航空用的 算是蠻準的東西 0.15是多少 150克喔 對 哇 應該算是可以搭輪製造 你看這個線 整個立體的感覺 這個很漂亮喔 我們這素材做出來第一組之後 來去做個合測 可以做素材的 可以做碳纖維的 我們也可以做成鍛造碳 帶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膜內成績的技術 其實 You thought I was playing 你真的有一樣嗎 ANNin 有給你 打開 一面 雞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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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模 拆模 其實我們平常不用這樣拆模 我們是故意拍給大家看 生產的整個流程是怎麼樣 拆一下看看齁 偷板那個夾子是什麼 因為模具是分了好幾片組合 可能生產出來 這個就考驗師傅的技術的技巧 這個東西就是拿來固定模具用的 我們待會把模具分成好幾塊 拆模具要小心一點 因為模具有拆好模子其實是會受傷的 那會減少模子的使用次數 老闆這跑地好像在氏族在 硬頸一下 硬頸一下 好漂亮齁 超美的 我現在感覺到它其實應該是蠻輕薄的 質感很好 還沒上機喔 模內層型的碳纖維製作方式 模具一定要做得非常細 因為它沒有機會在外包碳纖維去遮瑕池 所以這幾乎就是一次要過的 模內層型其實算蠻高端的模具 不要敲到 不會 哇操 哇靠喔 欸拿酒精給我一下 酒精給我一下 好順喔 上過金油其實跟這個狀況就很像 有沒有 有 有喔 有喔 有漂亮喔 這很重嗎 你在問廢話嗎 這很重嗎 來我們棒一下 我們棒一下 先歸零一下 零啦齁 哇 120克 0.12是120吧 嗯 真的非常的輕 應該說放在桌上風大一點應該就睡著了 OK 達成 接下來我們就是噴金油之後就可以正式量產 好不好 就這樣 有沒有 有喔 先從鏡的開始看齁 認真看它的這個拼接線 看不太到那麼有瑕疵對不對 這個模內層型厲害的地方就是它沒辦法再補 一定要一次成功 它的模具必須要做得非常細 這個線才能接到非常的漂亮 而且更厲害的是它這個鏡面的程度 因為它不是外包的 所以它的模面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漂亮 素材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過了 準備要裝上車之前呢 我跟大家要講一點小秘密 這些後照鏡左右是不一樣大的 而且Lasers這台車 就是因為有分左夾跟右夾不同 所以它們後照鏡有不同的大型 蛤 真的假的 是你做壞了吧 我做壞了 不要不承認了 哈哈哈 來來看一下 我那個密合度覺得很好喔 你先看這個殼喔 其實上次我們在用指摺的時候 我們在算這個數據的時候就有發現到 這個後照鏡這樣摺起來 現在讓它看得出來嗎 就是在這個地方有一段段差 大概誤差一公分左右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誤差 不是我做壞 你有確定嗎 駕駛座的人 我們左駕車人坐在這邊 從這邊看的角度是比較小的 要看副駕駛 這個後照鏡比較像這邊偏一公分多 它要有偏白角度 你在這邊才能看到兩邊都同時向後看 了解 你信嗎 我還是不信 我還是不信 帶你去看保時捷 外面來保時捷 我們去驗證一下給你看 這一組後照鏡 理論上來講 它們的底座應該會是一樣大 等一下量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從尖點到這邊大概是22公分 從這個線勾到這個後照鏡的深度 14公分 換邊我換邊量 來 22公分沒有錯 神奇這一刻來了 看清楚 一樣的14對上去 看到沒有 好所以我如果把它推到底 我們推到底看一下 只有12.2 信了吧 信了 不相信我講的 真的是 白混那麼多年了 誰會知道 老闆都不會有一樣大的嗎 其實阿 絕大部分的車阿 包含一些歐洲車 考慮全世界左右架的問題 幾乎都是左右對稱 那大小的是比較少 左右對稱就會反映在 車的角度會不同 對著你的駕駛座方 它的耳朵不是可以調整嗎 回到原廠設定的時候 左架跟右架角度會不同 大小如果是一樣的 角度就一定不一樣 OK 我們這次的作戰紀錄 算是達成了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做到了 很漂亮的材質 漂亮的造型 這次的流線 就跟我畫的一樣好不好 不要說我不會畫 我就是這樣畫 小獨在右上角 我清白好不好 我這樣畫對不對 材質我們也做到 然後再來功能 就是所謂的雨遮 今天裝上去的時候 其實它多了一個遮雨的功能 裝上去囉 OK 好 裝上去沒什麼好講評了啦 我們今天就在這邊做結束 了解細節的朋友 下方在留言給我們 好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賞謝謝 好引擎蓋不在這次的範圍 你可以拍 我們都要馬掉它就好 先不上膠看看齁 它密合度到底怎麼樣齁 你有聽到扣一聲嗎 壞掉了 不是壞掉 扣好緊了 喔這縫子下面都非常漂亮 整個密合度 喔真的漂亮 太漂亮 這邊雨真也都做到了 穿著最後把摩托有穿得出 我現在這邊感覺很漂亮 我們真的感覺很漂亮 我現在這個地方 這還會是我們現在的地方 好 我現在那個地方 Fenia 一根最新駅 我再投一個較接 他的話 我絆滅